天主教教宗上个星期去世了 Pope Benedict XVI 他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的去世代表了很重要的东西 而且我们不太讨论的 而且是不太理解的 所以虽然我不是个天主教徒 但是我们今天来花一点时间 来探讨一下这个宗教领袖 对于目前社会的影响 还有为什么我认为他去世 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转折点 另外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 我个人很喜欢的网红 他是一个大嘴巴 常常攻击左派 以及现在很多制度 事实上就是 很多自称是保守派的人 特别是美国年轻的男性 把他当成一个真男人的指标 认为他这个人又有钱 自信报表 又帅 没有礼貌 而且肯敢说实话 他最近被捕了 我路上一堆阴谋论说 他是不是被左派打压 我对他的看法比较不同 现在保守派里面的大红人 为什么被捕 还有最重要的是 这样的人 可以在网路上爆红 代表了什么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是直接到下面 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成为一个会员 我们从来没有跟Google 跟YouTube的广告上面 得到任何的收入 这个频道是100% 由你这个样子的观众来支持的 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媒体 我们需要真正的使用圣经的角度 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翻转这个时代 要由你我一起努力 而且坚持 所以请加入我们的会员 帮我们按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重要的是分享这个影片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 抵抗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一直被左派侵蚀的话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频道的后盾 欢迎教会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欢迎保守派企业来买我们的广告 我们很需要各位的帮忙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天主教的前教宗 上个星期去世了 那这个是个大消息 那为什么这个消息很重要呢 其实是因为它代表着或是它身为教宗象征的想法 其实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跟价值观是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的文化常常会觉得就是以前的传统价值观是没有必要的 没有意义的 任何事情都可以改变 我们人可以做很多新的事情 任何东西都可以用一个崭新的观点跟解决方式 如果没有这些古老的传统过去的文化价值观的话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 传统是不必要的垃圾 我们只要看这些博客来大学新的研究报告 哈佛的新的研究报告 那些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需要背 而且也不需要在乎那些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 以前的这个规定 法律 生活模式 都只是限制我们这些崭新 有崭新思想的现代人进步而已 我们可以依照我们的感觉来改变世界 根据我们的欲望来立法 根据my truth 来证明我自己存在的意义 那这位Paul Benedict 就是一个这个样子思想的一个对立 所有好的宗教基本上都是在乎传统的 例如像说基督教 犹太教 伊斯兰教 都有一定的律法 然后文明是建立在这些律法的规范上面 就跟美国的宪法一样 宪法管的东西很少 而且限制了政府的权限 所以说人很自由 可以在宪法规范内有一定的权力 来改变现在社会 然后让社会进步 但是当这些改变或者是社会进步 超越了宪法的权限 而且在摧毁宪法本身的文化价值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有问题出现了 那这个就是Paul Benedict 对我们时代的重要性 我想要花一点时间在这个前教宗的身上 因为我认为接下来这几年发生的事情 会是一个思想的文化战争 一个传统的智慧 这个智慧是由大量的数据创造出来的 如果你是个科学人士 你不用相信圣经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些传统文化 至少在数据上面是绝对有价值的 意思就是如果你爸的生活方式 跟你爷爷 你的曾爷爷 你的曾爷爷的曾爷爷 都很类似 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这个样子的生活方式 这个样子的规范是有用的 是有意义的 然后如果没有这些社会规范 跟律法的话 社会就会崩溃 会变得很糟糕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我们现在的人 不懂这些律法跟规范 很多人认为说 这些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只是一个仪式 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废除了也不会怎么样 那这些东西呢 是在限制我们的自由 Paul Benedict 是一个传统的保守派 他认为这个世界的文化 是一个传承 而且是有意义的 那我在他去世的这个时候 想要探讨一些他曾经说过的话 来提醒大家 他代表着什么 还有为什么 他说的话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然后 我是一个 认为 天主教是大赢不赴 然后 我不讨厌天主教徒 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教会 在体制上面是很有问题的 特别是 在整个西方文化传承上面 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认为所有的基督徒 所有的保守派 所有有信仰的人 都应该把他曾经说过的 这些话放在心里 他说 事实的意思就是比 知识还要重要 了解事实可以带领我们 发现良善 事实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全部 让我们全然接受我们自己 我们有迫切的责任 要来带领年轻人了解事实 因为这是一个爱的表现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他不是一个相信道德相对论的人 Moral Relativism 对他来说 事实是真的存在的 而且这个事实是值得去追求的 我们人最常追求事实的方式 就是问自己的爸爸一些问题 然后透过自己的探索跟寻求 来验证他爸爸说这东西的 这个事实到底有多真实 也就是说我们的文明是有义务 要来把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的年轻人的 那现在的问题 等一下我们就会讨论到 就是我们变成一个 把谎言交导给我们年轻人的文明 而且当我们把这些谎言交给我们年轻人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摧毁我们自己的文明 这里是一段他在2008年的时候的演讲 自由不是一个选择 而是一个选择 一个参与自己的参与 因此 真正的自由 不能从神的自由 从神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 最终于我们需要的真实 以为我们自己的真实 我们在这段演讲里面 可以看到他对 真实的这个执着 因为事实是会改变一个人 人的人生的 如果我们活着 就是为了要反对事实的话 那我们就会活得很痛苦 刚好这个就是发生在我们 这个我的下一代的人 Gen Z的身上 社会心理学家 Jonathan Hyde 周末的时候 接受了Wall Street Journal的访问 内容就是在讲说 我们不断的跟我们这些 Generation Z的这些人 扭曲事实的后果 在访问上面 他说他的研究 以及其他的研究都证实了 忧郁症的比例 从2013年突然暴涨 特别是在年轻的女性族群上面 而且这个症状是只有在Gen Z上面而已 如果你看2011年之前的数字的话 会发现其实忧郁症的比例 是很稳定的 到了2015年的时候 忧郁症突然变成了一个疫情 Epidemic 那在2012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些Gen Z的小孩的生活方式 有什么改变呢 2012年刚好就是Facebook买下Instagram 然后大量的年轻人 跑到了这个社交网站上面 而且开展出来了一个自拍的时代 苹果2010年的时候 推出了一个iPhone 4 就是有一个往前的自拍像头 两年后的iPhone 5 更是大大的 让这个自拍的功能更进步 那这些社交网站 跟这些自拍文化 让一个世代的年轻人 过度被保护 过度被包装 而且过度的曝光 一个世代的小孩 没有任何成人的教导跟引导 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他们没有经历过正常的童年 正常的生活方式 导致他们变得极度的脆弱 在2010年以前 大家的手机都是Flip Phone 就是要打开的那一种 要跟人沟通的时候 大部分就是传简讯给其他人 上面说 Let's meet at the mall 我们现在去百货公司碰面 然后他们会一起行动 一起认识这个世界 当朋友 现在他们不一起行动了 他们的生活全部被锁在手机上面 甚至连开车的时间都变少了 然后他说到了 2020年超过25%的年轻女性 有严重的忧郁症 年轻的男性 有9%的忧郁症比例 跟千禧年世代 就是我这个世代比起来 忧郁症的比例 是大幅成长的 因为小孩都活在自己的手机上 小男生比较少 因为他们还是在玩电动 大部分都是一群人一起玩的 男生的线上活动 也是充满着比赛跟竞争的 但是 女生就不同了 他们被 视觉平台吸引 在Instagram上面 这个在抖音上面 女生更在乎展现自己 跟在上面表演 把自己最完美的人生放在上面 然后当一个女生看其他女生过得 很好 过得比你好 比你丰盛的人生的照片的时候 很多女生就因为别人过得比他还要完美 而引发忧郁症的产生 那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欢迎各位去看一下 这位心理学家 Jonathan Hyde 在形容的就是一个自恋主义的社会 自恋就是一个只在乎自己的一个症状 除了自己以外 他没有办法在乎到其他任何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文化的问题 而且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我们年轻人 因为现在这些网路的社交媒体 让他们变得更孤僻 更没有社交 他们的世界里面 没有所谓的事实存在 所以他们就不断的 在原地挖掘自己内心的感受 而当一个人认为他只需要在乎到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 他就一定是一个不开心的人 因为外在的事物 没办法让你感觉有任何的改变 不会让你的心情变好 他在他心中挖出了一个空洞 而外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 他自己挖出来这个洞 他们断绝了世界的事实 用自己的my truth 自己的事实来取代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 认为他们可以不用在乎自己事实 有个真实的性别 性向性取向 只要他们认为自己是什么 就可以是什么 我加上一堆明星艺人 在电视上在那边说 做最真实的自己最重要 小S 淘金银 爱自己最重要 不要在乎世界的眼光 好像不在乎事实是一个人格的升华一样 造成的就是在这些活在社交媒体上面的人 一点都不快乐 而且他们充满着愤怒 他们认为他们活在一个没有底线 没有规则 没有责任的世界里面 造成的就是没有目标 没有期盼 没有希望 外加上很多父母听那些电视上面的专家讲的那些东西 所以要给孩子自由选择解放的教育 造成的就是家庭被一堆自恋狂带领 很多家庭因为小孩的病态行为 就干脆完全放弃了Pope Benedict 一开始说的这个事实 而且完全用主观的心理疾病而取代 导致教会的牧师不敢教导真理 反而会教导那些信徒喜欢的东西 造成的就是一个多神论的主意 当一个人心中没有神的时候 他不会认为说自己不需要信仰 而只是找其他东西来取代自己心中的信仰而已 最明显的就是那些自恋主义说的东西 不断的寻找自己 自己的性取向自己的性别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位前天主教的教宗这么重要 因为他代表着一个追求事实 追求真实保守的一个传统世代 例如接下来要讲这个人 是最近非常有争议性的人 这个网红叫做Andrew Tate 他是一个轻量级的拳击手 他有非常多的影片 我还蛮常看他影片的内容的 我觉得好像对这个世代是很需要的 但是我觉得他需要神 他有很多保守派的价值观 但是缺乏基督教的价值观 在他人生当中 他认为男人要很强壮 要很有钱 要很会赚钱 要很有能力 要很有魄力 女人就是要听从这些强壮的男人的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言论 他几乎被所有的社交媒体全部封锁 大家认为他在打压女人 打压女权 过去他这个星期 在网路上跟我们的环保纳粹小女警 Greta Thunberg 吵架了 Andrew Tate 说他有很多跑车超跑 然后Greta Thunberg 说他唧唧小 所以才需要这么多跑车之类的 一切就是一个开玩笑 没有任何的意义 然后隔天 吵玩家的隔天 Andrew Tate 跟他哥哥 就一起在罗马尼亚被警察抓起来了 他被指控的是人口贩卖 那内容是什么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他有开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色情视讯的一个平台 让女生去弄吧 然后有些女生说他是被迫的 I don't know 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说什么他逼了几个女人 一定要待在家里啊 然后还有什么强行的这个 有性交易啊 强奸什么的 但是他会被捕这个事情 他之前就已经说了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说了一些 世界政府不想要说的话 I understand that you get three strikes in this game strike one is they try and shut you up and discredit you which I've just been through strike two is they try and put you in jail for no reason and strike three is they kill you and one of my strikes is now gone and I now firmly believe that they're going to try and kill me because they want me to be quiet and I'm not being quiet and I have huge amounts of influence which is what they're scared of because influence is what the whole life influence is what the world is about, right? if you send soldiers to a country to die if you have literally a pitched battle on any country on the planet with tanks and planes and people are dying that's only to control the ground so you can influence it like all of that is for influence the media is for influence what they tell people to believe the mindsets they want you to adopt so they can influence you so when somebody like me comes along who has a mass amount of influence and it's going in a direction they're contrary to they sit and go wow this is a big problem from one person and people have car accidents people get robbed people get shot and that's the unfortunate reality of human nature when you are a very large problem for very powerful people they look for quick solutions and the easiest solution is to kill me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here if I'm not extremely careful so yeah they dislike me not just because of what I say because everybody knows what I say is true but because of the huge amount of influence I have and also the influence I have over the one demographic they're most fearful of which are the young military age males 那 這代表他是清白的嗎 我不知道 可能是 然後 然後是被放大的 可能沒有 然後羅馬尼亞這個政府 就是世界政府的一部分 任何東西都有可能 我不知道 羅馬尼亞的法律 我只知道所有的政府都是腐敗的 羅馬尼亞應該也是腐敗的 那這個案件的內容出來之前 我不太想要講太多我的看法在裡面 但是我想要focus在這個人的人氣上面 他是怎麼變這麼有名的 他會變這麼有名 而且會有這麼多的保守派的青年男性追蹤他 包括我個人會常常看到他的影片 因為他就是一個非常衝擊體制的一個人 他常常說的一些東西是 就是一般的人不太敢講的 不敢講的 有些他講的東西很糟糕 有些他講的東西聽起來很糟糕 但是卻很真實 例如像說他說女權主義很糟糕 女人性解放很糟糕 但是男人性解放是男人的天性 女人應該要了解才對 那這個樣子的東西就是 很糟糕 doesn't make sense 的東西 我們活在一個世代 資訊好像都在網路上 我們在網路上面好像活得很自由 但是其實我們的資訊是被壓縮的 甚至被壓縮到變形的 其中一個事實就是 男人是男人 女人不會是男人 婚姻是一男一女 我們應該要有小孩 這類的事情 幾千年以來 這次都是沒有爭議的 但是突然現在變成一個 每一個家庭在吵架的東西 很多媽媽 因為小孩多生了一個小孩 就不跟小孩講話了 然後就覺得說 你這個父母怎麼那麼沒責任 你自己那麼窮 怎麼還生那麼多小孩 I don't know 人不敢說出事實 因為會發生爭執 所以說另外一個被壓縮的 就是勇氣 courage 我們不敢說出事實 因為說出事實會被抵制 會遭受壓迫 勇氣會被壓迫的話 那就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需要勇氣 才可以說出事實 在任何文化裡面 勇氣都是必備的 我們的社會的問題 就是我們為了要照顧這些 弱小的心靈 所以我們失去了說出這些事實的勇氣 導致那些說話很大聲 說話很尖銳 很敢衝擊體制的 好像就代表很有勇氣的感覺 那 Andrew Tate 就是這個樣子的人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年輕人 會追隨他的觀點 因為他好像看起來很有勇氣 而且勇氣是非常吸引人的 Andrew Tate 對於西方文化的觀察 有些很正確 但是他的解決方式是很錯誤的 他說現在整個西方文化裡面 要解決的方式就是要建立男人 重新擁有男子氣概 OK Masculinity 但是 他的版本的男子氣概 是 到處跟女人上床 然後跟一堆不同的女人 有小孩 然後住在一個城堡裡面 裡面有30台車 然後拍一堆自己裸上身的照片 然後上面秀肌肉 這個樣子 這些東西並不是傳統的男子氣概 對於我來說 對於像Paul Benedict來說 對於聖經來說 男子氣概是一個男人 很有責任感 結婚 保護家庭 賺錢養家 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 讓一個家庭可以成長 幫助孩子找到他們的命定 幫助孩子認識聖經跟神的律法 這個樣子是男人的職責 男子氣概是當一個 聖經裡面說的男人才對 那Andrew Tate 強調的是我們的文化 在封殺這些男子氣概 然後他的解決方式 就是跟一堆跑車拍照 跟一堆女的上床 Don't get me wrong 我也喜歡跑車 OK No 我討厭跑車 因為我討厭開車 那會有像Andrew Tate 這個樣子的聲音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失去了 這個不變的事實 我們失去了傳統文化 當我們的文明把這些事實摧毀的時候 造成的聲音就不是我們 要恢復這些事實 而是我們要去攻擊那些摧毀事實的人 那這就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了 這會造成動亂 內戰 法國大革命 偶像崇拜 我們來看一下 Andrew Tate 的一些片段 來解釋我剛剛在說的東西 他會說很多 聽起來有點錯誤 但是聽起來又是正確的東西 目的其實只是要挑釁對方來攻擊他 他這個地方說的是 女人應該是男人的附屬品 所以在這裡可以看到就是問題出在哪裡 這個主持人跟Andrew Tate 都很怕說出來就是 在一個婚姻裡面 男人屬於女人 女人也屬於男人 兩個人在一起之後 就不再是兩個人了 不管是在性愛上面 還是在生活方面 都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創世紀二章二十四節上面寫的 就是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兩人成為一體 這就是不變的事實 同時也是這個世界上面 所有主流宗教都相信的一個事實 如果說你不在乎宗教 你不是一個有信仰的人 如果說以一個生物學的角度來講的話 我們就會說一個女人懷孕生小孩了 女人很確定這個是她的小孩 但是男人不一定 那為了要保護女人跟孩子生存的話 我們要建立一個婚姻的制度 這個也是為什麼 在所有文化裡面 會有一夫一妻制 或者是所有的文化 都會往一夫一妻制的方向走 就算不是基督教也會 因為這是一個 最好分配性愛資源的方法 那這是一個生物學的觀點 不是一個信仰 不是一個道德 那如果要以一個道德觀點來講的話 就是女人不能犯奸淫 然後男人也不能犯奸淫 犯奸淫就是不好的 那這個就是 Andrew Tate 把問題指出來 但是解決方式是錯誤 一個女人可以說那樣子 如果她決定 她可以說 我可以睡覺 但我的女人不可以睡覺 如果她這麼選擇 我們是所有人 對嗎 對嗎 對 我個人不覺得 我個人不覺得 但有女人 會覺得 所以你不覺得 別人不覺得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 對 我覺得 如果一個男人 不獨自性 不獨自性 就不一樣 對女人 因為女人 你不覺得 跟男人 你不覺得 你看看 每個男人 都有幾個妻子 不是每個女人 都有幾個妻子 這是對神的 所以如果以歷史宏觀角度來看的話 Andrew Tate說的話並沒有錯 在道德層面 教會或是其他信仰 最終都會回到所謂的一夫一妻 不會一直維持一夫奪妻 因為一夫一妻這個樣子的制度 在個人層面 在家庭層面 在教育孩子層面 都是最好的機制的制度 所以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 在婚姻以外的性行為 都是不好的 都是有害的行為 那我要在這邊強調的東西就是 那我想要在這邊強調的就是 當我們的世界 不在乎事實了 OK 左派扭曲了很多 道德層面的這個觀點 OK 他們扭曲了很多東西 會出來其中一個抵抗聲音 會是很危險的 這些人會看到這個樣子的問題 但是他們解決的方式 也是跟左派有相同的 破壞力跟思想 就以男女關係來講 我們現在看到社會上面很多女人 在那邊爛性 很沒有道德 墮胎 離婚 拿了男人一半的財產 那解決這個東西的方式 不是男人也一起變爛 然後也不結婚 不要有小孩 而是我們要翻轉這個時代 要讓這個世代重新有道德 要創造出更多有道德的男人 跟有道德的女人 也就是說我們要翻轉世代的話 我們要翻轉的真的是價值觀 而且是正確的價值觀 是不可以妥協的 真理不可以妥協 不然就會被其他 不是真理的東西取代 那這位 Andrew Tate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為什麼他會突然爆紅 為什麼他會這麼有人氣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很多的人認同他的觀點 很多的人也對於這個世代很憤怒 但是他們的解決方式 卻是非常的極端 很自大 很糟糕 例如這裡是Andrew Tate 上Piers Morgan的節目 在討論傳統婚姻價值 再說一次 我不是在講這個人 目前有罪還是沒有罪 他在羅馬尼亞被抓 案情還有報告都還沒有出來 但是重要的是 他這個人怎麼會這麼有人氣 還有他的人氣是從哪裡來的 這個對我們的世代還有方向來說 有多麼重要 所以如果你看這一段的話 你會非常同意他說的話 如果你是個保守派基督徒的話 你會覺得他非常的棒 非常的有想法 但是當他把正確的想法 跟錯誤的解決方式 和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的年輕人 就非常有可能被誤導 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都要回到聖經 都要回到聖經的道德觀跟價值觀 回到事實 因為如果說我們失去了事實 失去了理性 反擊的東西就會變得很危險 現在很多的人覺得很生氣 很多基督徒覺得被壓迫 這些感覺都是正常的 都是合理的 在我們的聊天室裡面 有很多人說 我是保守派 但是我不是基督徒 我同意保守派的觀點 除了墮胎以外 除了同婚以外 除了什麼什麼什麼以外 那對我來說 為什麼聖經這麼重要 為什麼我一定要堅持 要把基督教的信仰放在節目裡 就是因為有事實 基礎 根基 真理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各層面上面都不可以妥協 不然就算遇到的問題 也會用非常糟糕的方式來解決 我們要打贏的是一場文化戰爭 要贏的是人的心 翻轉的是價值觀 因為聖經是不變的 聖經的律法是不變的 聖經的道德是不變的 當我們沒有聖經的時候 我們就失去了道德底線 失去了事實 失去了真理 這個樣子 我們在反擊的時候 就可能用非常極端的方式來反擊 這個就是 Andrew Tate引導出來的運動 老鼠藥裡面 99.7%都是對老鼠有益處的 但是就多了那0.3%的毒素 就可以毒死老鼠 甚至老鼠一家人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 保守派一定要是基督徒 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這位教宗去世 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世代象徵的改變 就算我不是天主教 我也認為他帶出來的東西是很重要的 而且現在天主教教會會不斷墮落的原因 就是因為現在的教宗是一個大左派 跟左派一起扭曲聖經 因為如果一個社會要進步 理性的事實跟信仰的道德 就是必須同時存在的 如果我們不在乎信仰道德 只在乎理性的事實的話 我們就會變得跟蘇聯 像中國共產黨那個樣子 沒有任何道德底線 可以隨便殺人 犧牲沒有必要的東西的國家 如果我們只在乎信仰道德 但是卻不在乎理性的事實的話 我們就可能變得跟伊斯蘭教那些恐怖分子一樣 很容易被宗教領袖欺騙 可以做出很可怕的事情 也就是說 對我來講 基督徒一定要是保守派 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基督徒 而保守派也一定要是基督徒 才可以算是真正的保守派 失去了一方 我們就會創造出一個可以堵死我們自己的老鼠藥 就算我們的初衷是要來打擊左派的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it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 AI News Let's meet at the mall 就是我們先去消費廣場 待會兒 我們先去消費廣場 我們先去消費廣場 來看 我們先去消費廣場 推薦 我們在新中心中